一名女子滿身是血 她的同事一直用衣服幫她按壓止血 最後人不幸身亡 目擊者表示 兇嫌在超市裡的熟食區偷拿兩個便當 而且當場就在超市裡吃起來 被一名店員發現 另外三名店員趕來協助 兇嫌隨即跑向刀具的貨架上 隨手抽出一把刀 畫像離她最近的女店員脖子 女店員當場血流如注 傷重倒地 警方獲報後發出懸賞氣胸 六個小時後在一個村子裡逮到這一名嫌犯 警方帶走嫌犯時 有人鼓掌叫好 也有人鼓噪痛罵她 根據了解 這名女店員年僅二十多歲 下個月就要結婚 竟不幸遇上這個劫難 記者戴綠綜合報導